大家好,我是GCNITE 抗疫抗了那麼久,不要說大人,小朋友都疲勞 看到這張照片都憤怒精神 看到林鄭青春氣息回來了 很難得看到她不是愁眉心所 那麼展露她的笑容,還要伸懶腰 這張照片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光看照片當然不會很開心 有句林鄭說,沒有一刻影響工作 任期剩下三個月,每天都滿滿的精神 有些人可圈可點說她打開口牌 說到自己剩下三個月的任期 就擺明是不拼連任了 你們會不會心貪耐熱了一點? 尤記得上一屆,我們百變小英梁振英先生 一開始就猜她是否連任 後來林鄭本身說不打算做特首 突然衝出來改口風就搞定了 所以這些東西,你覺得她真的有話事權嗎? 純粹看看爺爺,點子冰冰,點著誰人做大冰 林鄭現在的口風很明顯是與病毒共存 還有袁國勇教授每天出來吹風 不可能學深圳,不可能學東莞 閉環式,又或者封城,又或者小禁足,大禁足 什麼禁足都好,就是不禁足 看到沙灘又封,公園又封,所有東西都封了 但是都無阻那些家長帶小孩子出去封癲 看到西貢,坐伯伯雞出去的那些灘 那個灘真的漂亮 坐15分鐘船出去,潮漲潮退 潮退的時候會露出一大片地 然後你可以走出去那個島仔 如果潮漲,你沒時間趕不及回來,那就真不好意思 那裡很值得去 尤其有狗的朋友仔,都真的很建議帶狗去那裡走 好像有幾個船家,就霸佔那兩個碼頭 還有得撐艇仔 有些家長就說,希望政府開一些公園 就報復式放電 我想,掃掃手指頭我條花骨龍都封了 在家蹲了起碼一個多兩個月 他就來吐有菇 有很多人去了外國,好像Coffee都去了 朱道友突然跟我說,嘩!Coffee去澳洲啊! 我心想,咦?Coffee都要出走?沒理由吧? 不過是,做Youtuber,去哪裏都做得 好像就說他家裡有事了 嘩!見到他就開心了,是不是? 他兒子在機場跳崩崩跳,唉!我都很想搭飛機 我也很想去韓國,去台灣 不是冤家就不罪頭 我覺得壞人永遠有壞人磨 這個被警方通緝的陳凱旭醫生 就說不斷批免打針的證明 就被警方通緝,姑娘被捕 他就好像跑了去深圳做整容醫生 原來他跟判謀殺、誤殺的女醫生 麥韻玲是情侶 麥韻玲何許人也 為何他們兩個是情侶,又不是夫妻? 這麼搞笑? 他們兩個肉有兩名女兒 兩個人曾經離婚 陳和前妻有一兒一女 消息子正在通緝這傢伙 其中拘捕了69歲姓李的女子 就是麥韻玲的家人 被捕姓李的就是觀塘診所門口 貼有小麥智能健康中心 幫助那些人不想打疫苗 就給你一張紙仔 可以不打 其實學話不好 不要說不好聽 現在你讓我出去吃東西 我都不敢吃 今天我真的 我跟阿朱隊友說 你夠膽出去吃東西? 如果中了你不要回來陪衰家 當然他要上班 一向他買飯盒 躲在找個鍋頭 好像阿順峰一樣 躲在吃東西 我就叫他 你回辦公室吃 辦公室有很多同事 說中了回來 過了七天 但不斷咳 不斷咳 咳到肺炎都掉了 我說好害怕 你可不可以自己找個地方拋賣 他今天不聽我說 就在餐廳吃 即是堂吃 我就說 等天收 如果你惹到兒子 砍死他 很多人都像他一樣 抗疫疲勞 有很多人很想在餐廳吃東西 但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人們突然不害怕 一開始香港人真的非常奇怪 百多個的時候 就覺得沒什麼 百多個幾十人到我 千多個的時候就害怕 到萬字頭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又罵政府 又說 姐姐 最壞姐姐 一會兒有誰 找原因 但是我發覺 現在還是很多人 都是萬字頭 但是慢慢慢慢的人 真的沒有了那種 怕的心態 習慣了 香港人非常快 適應一個很差的環境 今天還有萬四個確診 還有多二百四十六個人離世 將近全死了六千個人 你比較2003年的沙士 真是天同地 當年死了二百九十九個人 都已經是腥風血雨 現在是六千個 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大陸 甚至是武漢 說多一點點 為什麼這麼多人去罵 中國來香港幫忙的內地醫護 也是一句 有個小朋友 藝羽毛球小王子 在說 不要說挑戰 就有不同的聲音 他說 為什麼你支持俄羅斯 俄羅斯和反戰中 其實是一樣的 看看雞仙還是蛋仙的問題 我的觀點就是 為什麼美國人和北歐人 要搞事搞非去撩擾 澤連斯基和烏克蘭人民的反抗心理 好話不好聽 你好像台灣一樣 我經常打開口盤 我說 我是台灣 我要入這個國家 以國家為名 去出這個東奧也好 奧運也好 我要入這個歐盟 什麼鬼也好 他要做一個國家 你就讓他講 為什麼要在上綱上線 要進一步 搞到大家激化 那個關係 要繼而動武 是不是美國佬和北歐佬 搞事搞非呢 我就先相信這個 有些人說 不是 他一開始本身是一個國家 有些中國和台灣 你不要說中國和台灣 日本仔 蒙古佬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都是一個國家 看看你心中所信的是哪一套 就好像阿澤森美 地平說 他最喜歡說的地平說 究竟地球是圓還是平 看看你相信哪一套 當然 俄羅斯我覺得最不好的 就是 我不知道這個新聞是真的假的 就是 烏克蘭有些女士兵被他們捉了之後 就成為這個維安婦 對 強姦完之後 就殺 然後 阿婆都不放過 如果這個新聞是真的話 我就覺得非常值得去譴責 因為不應該做出一些行為 還有他有些打平民的車輛 或者 或者 沒有及時去躲去地教 或者去及時撤離 打平民的居所 我覺得都非常不應該 最應該譴責的就是一個19歲的女仔 逃難的難民 烏克蘭的難民 去到波蘭 一個阿伯 五十幾歲還是六十幾歲 我忘記了 去收留她之後強姦她 唉 這些是不是 網上就說助別人去逃生 因為 鑑於 去 貪戀別人的美色 雖然 烏克蘭的美女是非常之正 但是 都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去搞 爛民 真是 我不知道這些人 立什麼好心還是壞心 你是忍不住 還是你本身根本就是立心不良 所謂的好心人 在車站舉牌 就誘拐一些婦孺 真是癡根的 人家已經是流離失所 家都沒有了 還要在這個時候 被這些人落井下石 我覺得應該比印度那些 周圍強姦人 那些劣質低等民族的人 說到政府政見不同 北韓這個人挺搞笑的 北韓一個名媛 應該都有錢有背景 竟然沉迷 好像朱斯拉那樣 沉迷一些韓國的綜藝節目 竟然被金仔處死 300個人現場看他寧慈槍擊他 他老大是高官來的 求情都沒用 堅定流的 這個金仔這麼有生殺大權的嗎 就是完全是他說什麼 南韓有很多人都失業 每天都十萬人去確診 不過韓國都應該躺平 和這個疫情共存 方昌醫院招聘牌長龍 少女就有一個說 剛剛入這個美容業界 誰不知停業 我說不好聽 我懂得做Gel甲的朋友 都停了這麼多個月 口庭手庭租也一樣要交 你想想他還可以捱幾個月 發營屋還這麼幸運 可惜林鄭不Gel甲 老闆 那條隊由11樓排到2樓 見到很多人去輪 有些阿姐去輪 本身是麻雀館的 月薪23500 就加這個津貼2000元 我有很多朋友都想去做 有很多食肆的員工都被人停身 根本一開頭就是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home 半身半身半身 誰不知老闆就說停職了 不好意思了 周生生都關門大吉了 你想想 星期日 旺角的周生生都關門了 香港我近百年都沒見過這樣的情景 周大福還是押納不倒的 慶幸 講開這個抗疫疲勞 人們已經是個個都出街吃飯 街上網上看到 海港城已經恢復疫情前人流湧湧的情景 已經不是拍烏鷹 阿勒 陳百祥又被人捉得正 所謂藍絲 所有東西都要用放大鏡來看 不應該就這樣說藍絲 現在黃絲藍絲都不應該再拿出來說 阿勒在柔一城外 和王杏壽脫口罩吃雪糕 人家就說奪奪奪吃甜筒 他就真是這次壞了 如果有警察在的話 都應該可以罰他5000 他雖然不缺5000元 但是非常之壞的一個榜樣 為什麼你這麼急 雖然現在說這幾天熱了 沒有理由你這麼不害怕 莫非他已經是中了 突然間有三個月內有抗體 那些人 為什麼有些人每個人都用外出吃飯 很多是深信專家說 三個月內中了就有抗體 但是我想說 中了是會再中的 但是你想想 中了一次 你就衰一衰 那個器官 無論你肺呼吸系統 都會有影響 一定有影響 精子數量有沒有影響 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又沒有精子 我旁邊那個人沒有中 所以性慾低不低 那就無從稽考 但是你說其他器官 就是我們正常人很難 好像專家那樣 有些學術的數據 或者系統的醫療去看著 究竟有沒有下降 衰退 但是好人好者都不會想自己 中幾次 我見到一個美國的KOL 他就說中了三次 哇 DELTA又中下Omicron 又中下可能鬼佬一向都病 就喝鬼佬涼茶 喝可樂 他們又真的覺得無雙大雅 但是我又不相信 真的沒有影響 感冒你年年感冒 都一定會有影響 不應該是這麼去共存 有很多人見到 那些人不戴口罩 就會去打他 有些就好像GCI那樣 那些超壞樣的 折折怪 堪稱 有些是斜啤 我見到有一個女士 紅綠燈的時候 在咳嗽 然後旁邊的叔叔很大聲 就是用很大聲的粗口去罵他 但我心想 唉 現在你在街上 你真的找一個不咳嗽的 是完全正常的 很難 我買補給日用品的時候 我走在一條街上 我由街頭走到街尾 我最少都遇到三個在那裡 好那些就咳嗽一兩聲 不好那些就不咳嗽 我買外賣 但是我見到有個員工 坐在裡面 他在那裡抹他的那些 杯杯碟碟碟 不停在咳嗽 嘩我心想 我吃好不吃好呢 我又下了訂單 我就在等 你又不停在咳嗽 你拿出來那袋 我真的敢不敢吃 唉 幸好不是給我兒子吃 有很多 當然啦 那個老闆 停了那麼久 那些夜晚食肆 大家想想 打邊爐自助餐 泡票那些 停了多少個月 嘩 你有多少人失業呢 供應鏈那裡又怎麼算呢 你想想 骨牌那樣塌 林鄭所以她說 為什麼這麼care 這個金融地位 知道大家已經頂不住了 很多人都非常噪底 土瓜環發生了 這個害人的巴士血案 19天中午12點 一架新巴111號線的雙層巴士 由平石開去中環的港澳馬塘 走走走走走的時候 一個性尿的29歲的男士主 在巴士上層 就被後座男乘客的腳步頂個椅背 不滿 轉身就抱怨他 兩個人就是那些 未解決 未解決 你又理一下我 我有我招簇 怎不知後面那個人突然間出界都施窄 29歲的男士主閃鼻不及 手部受傷 傷口長達兩寸 幸好是手臂 要不是你想想 如果他擋不及 刺中心口的話 真是很容易又是出人命的 你到時候不要說 什麼又又 裸白卡精神病那些 最討厭的了 打死人 不要浪費香港米飯 最好就是砍了 找金仔來就對了 這個人情空之後 逃去無蹤 傷者就由救護車送去廣華 廣華有很多確診的 踢椅背 這個行為是非常之壞 我試過坐飛機 我好像一輩子 我只坐過一次的商務艙 還要是真是醜 說出來真是被你們笑 還要是買飛機 好像是地勤 不知做什麼 無緣無故自己幫我升級 可能沒有位定什麼 還要是香港飛台灣 享受了一次 哇 那個空姐走過來 他是升級得出來的姓 我經濟艙的時候 誰會升級你的姓 那一刻我感覺到 嗯 We had something 果然是不同 那個餐當然是特別一點 不是那些chip 雞還是魚還是牛 但是呢 都是一樣 雖然都是商務艙 但是都很窄 但是如果大家有搭飛機的時候 被後面不停頂 就會很游記 雖然我們已經沒有搭飛機很久 不停被人踢椅背 是非常討厭的一個行為 我不知道他是想投訴我的椅子 放下了還是想怎樣 他那種不停踢 不停突然打一彈 是很可憐的 他說有些什麼你就說 所以有時候我的小孩 出去搭Uber也好 不停停停停停 你知道小孩的腳 閃電無影腳 不知為什麼他不停 喜歡踢前面的司機哥哥的椅背 我都會教他 千萬不能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都很明白 後面那個阿伯 不停踢前面 29歲了性小孩的椅背 當然會暴躁 但是現在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真的很難說出到街 誰是傻的 所以尤其帶著小孩的 一定要雙眼無厚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錄抖音的時候 我錄到一個 一個媽媽 帶著一個兩歲的小孩 她就踩三輪車 就是那些小孩 踩踩踩踩 而且後面有推 那個小孩真的很小 她在路上等人 有一個男人 一群人都喝了酒 那個司機 三十多四十多歲 喝了少許酒 不知為什麼 她在酒駕 沒有被人捉 她打算轉彎 進去停車 誰不知這個媽媽 又不讓她轉 她下車 跟這個媽媽鬧 鬧了兩句 之後她出手打這個媽媽 誰不知 她可能喝了酒 臭底 打完媽媽 不解恨 她就把這個兩歲的小孩 然後就鑑生 拉 抱高 然後高過頭 跌落地 跌了幾次 鑑生 最後現在這個小孩 跌死了 我覺得中國大陸 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有死刑 真的 你那些什麼陳同佳 一人間又 不知道什麼 殺死老婆 殺死隔離那個 全部都不用死 在香港 在台灣 雖然有死刑 都已經廢死聯盟 被人勤怨了這麼多次 一人間又 這個世界的人道組織 又去投訴 又去抗議 全部都不用死 大陸就好 大陸和金仔這件事 最好 有死刑 這些人就應該判死刑 所以我覺得這個死刑 是真的非常好 你想想這件案 如果放在香港 一人間又說 那些律師 好像是楊明一樣 最喜歡打這些程序 打這些字眼 又說他喝了酒 沒有這個行為能力 一人間又說什麼酒精的影響 一人間好像那個 南亞島還是立美洲 那個白卡佬 打死那個白白 鑑生地去鎖頸 踩頭 都不用死 分分鐘混幾年 就出現在你和我身邊 看看好不好幸運 不好幸運 那個就是我們 傷害到我們 好幸運 就是搞法官 看看如果法官的家人 被他打死 他會不會 都是這樣刑 還有那些公務員 secret的group 負能量就一向 但是剛剛看完新聞 就說內地醫護 在香港是沒有薪酬的 還有他們不是住這個迪士尼 可能我中了 即是 如果就算內地醫護來香港 住迪士尼 那又怎樣 香港的醫護 為什麼這麼看不過眼呢 還有這個公務員的群組 好自己這麼喜歡住迪士尼 就自己去租一下 好簡單地和大家 比較一下這個 香港的醫療系統 和大陸的醫療系統 首先就沒有說 哪個好哪個不好 為什麼這麼多人 批評呢 就是因為大陸 普遍就是以這個 醫院為單位 即是其實那些醫生 就是under這一間醫院 當然有很多人 做手術的時候 要給紅包 即是給禮士 貼士給小費 我覺得現在應該都沒有了 但是好像較早前 我還看到有一個鳳凰醫院 就說那個醫生 不滿意的家屬 給那個紅包小 即是給不夠錢 就把嬰兒女的肛門 縫起了 那是真的假的 我還未確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呢 就是因為 你現在就說抖音微博 這麼多人 但是還有壓新聞 所以你說大陸當然 有很多還不是很文明的地方 甚至是一些很為人救病的 千年的文化的歷史 我們都真的知道的 是有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肝子打死一船人 所有來自大陸的醫護 就沒有醫德 當然不能夠這樣說 是不是 香港就不同了 他就不是under一間醫院 好像我現在看不育不人 說那些醫生 我又可以去人安 不是 不是人安 又可以去浸會醫院 跟你做 又可以去養和跟你做的手術 所以他就是跟那個醫生 還有在香港那個藥 就是另外一條線 我給那麼多 我要你買什麼藥 那你就去藥房收藥 給錢給藥房 但是醫院大陸就不同了 有很多就說 其實他那個basic salary 就是一個數 反而他叫你那些病患 要吃多少藥 買多少藥 那個commission 才是最大的利益來源 你說這裏 堅不堅 現在還是不是這樣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如果NOW的記者 他想投訴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知道那個人是哪間醫院來的 你投訴很明顯 一定投訴到 我也有問過我的大陸朋友 究竟現在的醫護來香港 究竟是自願還是不自願 他就說 當然有自願和有不自願 你要知道 即使他來香港 這次是閉環息連踩 有些人說他連踩四小時 新聞這樣寫而已 我真的不相信 請了這麼多內地的醫護來 只是一天做四個小時 不會那麼笨 那麼浪費這些人力物力 運他們下來 你以為小事 有些說四個小時 其他反對的聲音 就是我們OT都不止 我們香港的醫護 十幾個小時不停踩 沒有休息又回不到家 也是這樣 急症室那些還要哭了 大家如果有請姐姐 都應該有留意網上 有一段影片 就是一個應該是菲律賓工人 因為他廣東話很厲害 印尼的姐姐 好像廣東話沒那麼厲害 串串嘴 很輕挑的語氣 在罵香港的僱主 說 你有錢大了嗎 七成二十四沒有休息 洗人不洗本 有很多人覺得他說的東西 就是態度有問題 就是博炒 等等 但其實他說的東西又真 為什麼呢 我在Facebook看到一篇文 有一個人說 他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好像三歲 一個五歲 還加一個初生寶寶 請姐姐很困難 加到六千元 那些agent都耍手兼零頭 我想問 可能我是新手媽媽 我又有工人幫忙 所以我也覺得 可以在一些我頂不順的情況下 我有自己的me time去輕鬆一下 但是你想想 一個初生寶寶 加兩個幼稚園小孩 一個三歲 一個五歲 可能五歲的好一點 應該可以治理 但是三個小孩 一個姐姐打三個小孩 我不知道那個是否全身寶寶 但是就算你三條快骨龍 你兩個人抽都非常辛苦 還有在香港的環境困獸鬥 你沒有足夠的空間伸展 基本上那幾個小孩 在屋子裡 是可以反轉你的屋子 所以你說加到六千元 不要說加到六千元 現在這個時勢 我知道是多了人解僱姐姐 因為有些姐姐真的不肯 給你星期日綁死她 在屋子裡 就算你付錢她也不肯 但是有很多僱主 因為之前姐姐免疫情 給全家 有些人真的炒了姐姐 我身邊都知道 是有這樣的朋友 她說 我現在不肯不肯不肯 不用姐姐 炒了她到時才請 我真的想問 你請不請得回 現在是不是熔斷機制呢 接下來菲律賓開不開放呢 開放的飛機是來到 但是你酒店呢 那筆錢耕計 你隔壁酒店哪個給啊 你給還是他給啊 還要是否有些agent 教她跳草群舞 做一個月 又拜拜 又轉僱主 嘩 那份 commission agent是會計的 但是我們的僱主 是沒有保障的